蔬菜水果送达果菜市场内 工作人员们或开机具或徒手搬运 将大量货品送达各行口的指定位置 但就有市议员接获台中果菜市场的搬运临时工程情 遭到集欠薪资 其实有大概三位没有拿到所谓的薪资遭到集欠 那当然没有拿到之后他也跟着离开公司了 他们也不敢站出来到台面上 跟这个我们果菜市场这么大的金鱼反抗 蔡耀杰表示这些搬运工赚的都是辛苦钱 无辜遭到集欠薪资 要求相关单位应该协助处理 果菜市场的负责的公投 当天早就已经跟航口收走钱了 怎么会他们会没有拿到薪水 他是集欠的相近有五六万 有两三万甚至有的到八九万 那其实每个人的金额都不太一样 但是总数加起来也是有数十万 但这些搬运工其实并非果菜市场正值员工 而是受雇于一名公投 平时由公投按搬运件数向航口业者收取费用 再发薪资给底下的搬运工 其他搬运工说这名公投在市场已经工作二十多年 为人不错没听说过欠薪争议 农业局强调将持续厘清是否有欠薪状况 若情况属实将和劳工局一同提供协助 后续也将增设神速管道 确保搬运工权益 参议新文章 参议新文章 参议新文章